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在台湾 每年进口牛肉高达280亿元 等于9成5的食用牛肉是从国外进口的 而真正国内自己养殖屠宰的肉牛 每年顶多34000头 这背后凸显的问题是台湾肉牛养殖市场不具规模 大家吃到的台湾本土牛肉 很多是宰杀乳牛来供应的 但这个情况三年前有了转机 2016年前总统李登辉决定要推动富裕肉牛的产业 拥有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的他 除了自己爱吃牛肉 他更想为台湾农业拼上最后一块拼图 他想的是有没有可能培育出台湾自己的肉牛牛种之后 让台湾畜牧业可以建立养牛事业呢 这原本跨出的第一步 是由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 要帮阿辉伯来研究牛饲料的 牛想到误打误撞 在杨宇山竟然找到了一批 80多年前从日本飘洋过海到台湾来的 神户牛祖先淡马牛 总共这19头淡马牛园的原种 在台湾以天然环境野放方式 保存了原始基金 专家就形容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于是王彦均开始跟台大学者们 以花莲招风农场作为富裕肉牛的基地 一方面保留牛种 另外一方面也要研究 怎么样让牛更适合在东南亚 这么热这么湿的地方养殖 它可以克服澳中牛需要干冷这样的气候 又能够解决日本牛不耐热的难题 如果成功的话 下一步可就进军不吃猪肉的回教大国了 商机不容小觑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台湾浪起来 资深记者黄淑文和张艺明的脚步 前进花莲照风乳场 草原上狂奔跑起来像匹马 又比一般乳牛更窈窕的 他们叫圆犀牛 你看那个牛的那个小腿 小腿 很细对不对 它的体型虽然没有乳牛大 可是它的肉会比乳牛多 这就叫做肉牛 腿细肉多是肉眼能辨识肉牛方法之一 经过基因检测比对 这配牛其实是淡马牛圆圆种 更精确的说 它们就是日本黑毛和牛的祖先 在花莲肉牛种园培育中心 总统 这个材贴情好 炒家玩就好棒了 希望去完成 台湾农业最后一块拼图 这是李前总统的期待 当然他也希望我来做 我答应他是做这一块 把这一块拼图拼起来 他就说 决定要做你就要讲 要觉悟 那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很深 那我说好啊 那觉悟就觉悟 那就是一脚踩进来 一天要喂几次 五次到六次之间 我们这草比较不一样 纤维质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 它里面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它的比例配方 依据季节去调整 只是王彦君刚踏进畜牧业 第一步他从牛饲料开始钻研 后来参观学者建议 何不养自己的台湾肉牛 于是他跟着李前总统 从日本观摩 到跑遍全台到处买牛 唯独在杨明山 买下这19头牛 短角黑毛外观体型 让它惊觉很不一样 虽然那个时候很瘦 可是我觉得这个牛不对 跟一般的牛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就是它的小腿 很细 非常细 加上它的体 不是圆的 稍微尖 尖的 就有点像鹿的体 但是比鹿的体大 这是一个特征 那时候不懂 就送到日本去 照片送到日本去 这几个特征是像 但是不能够用照片来鉴定 所以他们才想说 要我们到台大来取那个 铅嘛 站在王燕君旁的陈宝基 是台大动物系名誉教授 和李前总统同是美国康乃尔校友 被找来担任富裕肉牛顾问 一开始看到这匹牛也直言不敢相信 这是日本和牛的祖先淡马牛 真的是没有想到 连我的老师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宋元毅教授 我拿照片给他看 他还是存疑 后来因为我们做了DNA的这个比对跟检测 才确认 这个就是淡马牛 然后他回想起当时 日本时代引进这一批牛的背景 才再一次的从历史跟科学里面去确认 这批牛是早期日本在占据台湾的时候 从日本进来 他主要的目的是做义用牛 拉车的 并不是来做这个肉牛使用 日治时代从日本引进双百头牛 在阳明山一带当义用牛 繁衍至今仅存十九头 经过鉴定王燕君就像如获至宝 后来以李前总统的三只原心鞠 命名他们叫原心牛 一个个铁皮货柜 就是王燕君这几年 富裕肉牛的秘密基地 来 我们这十九头牛 验出来的基因 跟黑毛和牛是同一系 原心牛我们拿去验 拿去验的基因的主谱在这边 那很清楚的就是 我们跟黑毛和牛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但是我们在同一系上 群集的分析来做来看 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是跟黑毛和牛是 非常接近的 这个确定没有胎 只工正常 那边还有十三头白米尔燕 为了培育台湾肉牛 王燕君以这十九头牛为起点 除了保种 他也把原心牛和荷兰乳牛做配种 在克服气候和环境条件下 一次次尝试再尝试 要养出属于台湾的肉牛牛种 都还在测试阶段 营养和油花分布是最大考验 这一批原心牛事实上 它是一个极度近亲的牛群 那经过自然的近亲八十几年 我们事实上它带的是一个原始的基因 那经过基因检测 我们知道它带了某一个程度的油花的基因 但是这不是我们唯一想要的 我们唯一我们还想要它在除了肉质之外 也就是说它的肉的油花 肉的嫩度 还有肉的甜度之外 我们希望看到它在适应夏天的抗病力 还有它的繁殖性状面 上面能够得到更多的面向基因的贡献 第一个阶段我们在让它的骨架成长 而且那个骨架的成长 必须让它的整个的基因 也就是干细胞的这个分裂的过程 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 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 你去称那个 就是肥育那个肌肉量和那个油脂 进入到这个肌肉间去的时候 那它就会展现出来 原本骨瘦如柴的原心牛 专家们重塑骨架体型 调整营养配方 肥育肌肉量 掌控油脂 杂交培育出最适合台湾的牛种 将近三年时间 期间两次图体调查 照专家学证们品尝 确认肉质 油花 分布状况 这种比较好吃 这种比较好吃 没人不一样 有人喜欢要有小劲 这是哪一个 腰腹肉 这个马上就 比美牛更好 对不对 它的肉是Q的 比美牛好 比美牛好 你自己来吃看看 台湾牛吃在专家们嘴里 不输美牛 但这都只是台湾肉牛产业刚起步 目前台湾畜牧业发展 以乳牛为主 肉牛仅占5% 有高达95% 牛肉仰赖进口 一年进口量高达280亿元 一旦未来孕育出台湾高端肉牛牛种 拼上精致农业最后一块拼图 台湾经济研究院高仁山博士 更看好这一步 是打开新南向的大门 我们大概目前台湾在做肉牛的 有黄牛 有杂黄牛 有刮乳牛 有乳工牛 这四个 在我们不知道这一批原心牛 原原种淡马牛之前 台湾是没有我们自己的高端牛种 在赵峰牧场这一批原心牛 它有一个重点 耐热 它已经习惯了 这种东南亚的这样子的气候 因为台湾如果在花莲这 其实也算东南亚的这样气候 它主要是耐热 日本的牛种 河牛种 它没有办法到东南亚去养 因为它没有办法耐热 那澳洲的河牛种 它也没有办法 它必须要干跟冷 那台湾的这一批 刚好它已经适应台湾的这样的气候 所以未来甚至说 我们在扩大养殖的时候 是可以考虑 就是牛的新南向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放眼全球牛肉市场 王彦均领军跨出了一小步 但正是为台湾精致农业 对境的一大步 这是台湾肉牛复兴 踏出的第一步 有开始就有机会 像是另外一个地方 中兴大学土鸡保种中心 成立三十多年 也成为独步全球的 机支保种完检基地了 过去台湾各地 其实曾经有着各式各样的特色土鸡 不过蓄木生产 越来越讲求量化之后 独样化的土鸡品种 就慢慢消失了 中兴大学这一位 李渊白教授 带领团队们 36年前独排众议 他们开启了台湾土鸡的研究 在今年有了重大突破 终于找到来自南投信义乡的 信义土鸡 让原始鸡种可以筹返部落 也许你也好奇 为什么会是在南投信义乡呢 原来布农族有的习惯 家家户户都会养鸡 再加上山区部落之间 交通比较不容易 反而保留下了原乡的基因 而这样的基资呢 没有混种比抗力更强 更可以对抗 现代情有感的致病源 不至于在全球大流行下 全军覆没 我们带您来看 李渊白默默耕耘30年 这一辈子都为了台湾各地的 基资保种而奔走努力 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两天前才把那个打通 所以他们可能还在适应 红核色羽毛 叫声清脆 眼神警戒 四处张望 这是南投信义乡特有种土鸡 2019年6月12号 这一批信义土鸡 相隔36年回到故乡 当他们那天送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纹路就马上想到 我一小时我外婆就是 养这种鸡的纹路 可是我一到现在就没有看到 这批了 就是说可能就一直混一直混了 没有这种纯的土鸡 所以我觉得好特别 好搞动 他们回来了 回家来了 养回 养回外婆从前养的鸡 看着他们部落族人有了移情作用 在小时候其实家家户都会有 差不多十几只这种鸡 那大人会交给小孩子去照顾 那会比赛说我在长大之前 会不会死掉 所以我们想尽办法的 有的时候带她到房间 就是晚上的时候一起睡 或者是早上吃一些东西 剩下都给他们吃 那有的时候上课之前 还会在学校比说 我的鸡多大多大 所以养鸡变成是我们每个小孩子 非常重要的快乐的童年 新鸡伴随着童年成长 有甜蜜 有快乐 1983年中兴大学动物系毕业 母校系上教授李源柏 当时正在调查全台各地方特有种 Torbus带着老师穿梭在南头 各个布农族部落 找到了二十几只脚步蜡色 体型小的品系 脚好粗哦 就是适合这种很兴趣不平 还可以挖昆虫 挖那个土里面的一些 一些那种蚯蚓啊 不一样它就是它的生命力很强 比它很强 而且那时候我养第一周 还是第二周 它就开始斗起来了 很活泼 然后会小跑步也会开始飞 要去问他们的祈祷 到底前几是怎么养的 用什么方式的 这些好的东西要让人家知道 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有他们的骄傲的地方 中兴大学动科系名誉教授李源柏 养起台湾土鸡的保种工作 教兴老师 全世界饲养最多的这些白肉鸡 或是蛋鸡 只有不到十家的公司在供应 尤其其中有两家的话 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的市场 那你可以想象到 那么其实全世界有这么多的鸡的种 都被这一些十家的把它打败了 所以你剩下多少资源 那么 所以如果有一个新的疾病出来 我们这边有限的资源 找不到这些鸡可以去对抗 那就完了 就没有了 这一句没有了 勇如警钟 在脑海不断敲响 眼看肉鸡大军压境 古早鸡即将绝种 1982年 李源柏在中兴大学 成立土鸡保种中心 我们今天要帮这边的金门鸡做配种 OK 那你们稍微准备一下 厂长带领下来到校内鸡舍 这里是台湾土鸡的诺亚方舟 育有17种包含国内外的地方土鸡 是全国最具规模的土鸡基因库 这个就是杏力的土鸡的小鸡 杏力鸡它体型很小 那它小鸡的一个特征 就是你看到它身上 会有这样的一个斑纹 有没有 OK 这样的一个斑纹的一个出现 然后呢 这个小鸡 你可以看到的 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一号 所以呢 由这个一号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爸爸妈妈是谁 那同样的 它的爸爸妈妈 这个一号就跟着它一起长大 所以呢 这个爸爸妈妈 往上会可以追踪到它的阿公阿� 所以这样一直追可以追到30代 那假设我们是大概一年一代 所以可以追到30年前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 所谓的保种育种的一个工作 30年如一日 学生们为心意公鸡按摩臀部取经 再用生理食盐水1比5稀释 之后注射进母鸡体内 接下来连续5天的蛋都可能受精 收集鸡蛋运到育营室 看孩子有血丝而已 然后跟黑点 这个有吧 没有 没有 照蛋灯检查是否有胚胎开始发育 这几台孵化器严格控制均温37.5度 湿度65到75度之间 转排一天16到24次 翻蛋45度 确保胚胎成长时不要黏住蛋壳 影响小鸡着壳而出 鸡舍收到蛋的时候开始就会标示 然后标示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只鸡像这个S OK E就是代表的OK它是S种的这个品系的鸡 那E可能就是母鸡是谁公鸡是谁 看着这些新一代种鸡充满活力 像是新一鸡天生天养 努力回到自家后院 回到布农族人的餐桌上 小时候就是都是吃这种鸡 而且吃鸡不是天天吃 都是有重要的喜庆 或者是贵宾 比如说外面来了很重要的人 那个家里的鸡才会少一只 然后孩子只能在旁边看他们吃完的 这不是跟着他们吃 就是一直整个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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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他们留了几口 哇就开始这样呈 然后那个味道就 因为渴望 渴望吃 吃进去的那个味道 很特别 但是对肉鸡就比较没有期待 我们就比较没有期待 吃真正的好肉 山林里的天然味 尽管保种工作 吃力不讨好 默默耕耘 就能让台湾土鸡亮起来 保存这个土鸡可以说是 要保存这个特色 让我们台湾的自己的种值得骄傲 追本溯源让台湾原生鸡保种 在今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而继续呢 这也是追寻这片土地的根 十一会二十五岁就接下家族事业 台湾第一碗泡泡冰是他阿公发明的 当年基隆榜很兴盛的时候 阿公的摊子就开在热闹的远东西园对面 十一会还清楚记得 一杯冰当时卖十五块 光是在基隆中原节那一天 营业额就卖到四万多块钱 是不是够惊人呢 不后来远东商圈没落了 他们的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 父亲在这个时刻突然过世 身为长女的十一会 是被迫要接下棒子 但乌落偏逢临业雨 摊子面临要被搬搬迁的命运 我们带您看他如何挺过危机 把摊子变成店面 果酱改成新鲜水果 而摊子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当中 唯一不变的是他坚持熬煮配料 这花度一天要熬九个小时也不贤苦 都是为了守护一甲子的招牌 这是煮了五个小时的花豆 要再经过第二天的清洗 细去豆的腥味 一次煮就是两百斤 每一锅都塞满五十斤花豆 光洗就是个浩大工程 接下来要再蒙煮一次 一样要在煮上几个小时 你看像我们这么一大锅的花豆 只夹了这一个水桶的水 你可以听一下是真的会有滚的声音 如果你看不到那个水分 所以你如果没有在旁边 一直去注意的话 它就会烧干 用心去感受 用耳朵去倾听 这是父亲传授下来的宝贵经验 其实他们家的泡泡兵 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 十一会是第三代接班人 而台湾第一碗泡泡兵 就是他的阿公发明的 那时候就会看到客人 吃冰的时候 就会把原料跟冰把它拌在一起吃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就先帮客人把原料拌好 也是后来因为拌出来 因为创冰的口感比较粗 所以又自己去把那台机器改良 让那个冰爆得比较细一点 当时基隆港很兴盛 阿公就在繁华的远东戏院对面 摆摊卖兵 我永远记得我小时候 基隆放水灯的时候 就中原季的时候 我还永远记得一杯边卖15块 我们光那一天的营业额 就卖4万多块 国二开始 他就跟在父亲身边 学之兵帮忙煮料 要挨在高温100多度的热锅旁 观察花豆的变化 老师说很辛苦 煮到好就要9个小时 我们做冰的时候 我问爸爸说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地煮花豆 爸爸就跟我说 我们做吃的 没什么 其实没什么诀窍 就是真材实料就对了 虽然客人看不到 我们煮花豆的时候很辛苦 可是用心做出来的东西 煮出来的东西 就是好吃的味道 尤其蜜糖时更是要寸步不离 连续几个钟头 拿铲子的两只手 就是不停地翻动 四三年前爸爸突然过世 十一会身为长女 有点算是强迫中奖 他被迫接下家族事业 当年他只有25岁 突然爸爸走得很突然 所以后来 其实自己也觉得 如果那时候没有做的话 爸爸走得那么突然 是完全没有办法接下来的 他最后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 他对不起我 然后 妹妹要老婆 所以 这几年就是 不管是做两个工作 三个工作 就觉得 就是一定要把他撑过来 从小妈妈就不在身边 这下父亲也走了 只留下三个妹妹跟一个摊子 要他照顾 加上接棒时 吉隆岗早已没落 生意大不如前 接着又碰上路边摊 被迫拆迁 雪上加霜 我最差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刚拆迁的时候 讲真的 我假日的营业额 没有超过一万 然后平日就是大概四五千块 到淡金之后 曾经一天只卖两杯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说 爸爸丢给我 我可以丢给谁 因为我没有人可以丢 因为我在丢 妹妹就没有人照顾 然后有没有泡泡 就消失了 那时候刚开始 那两三年真的会很想不开 他照片全台湾的农会 哪里有好的水果就往哪里去 这些芒果是价格较高的 方山爱闻芒果 老实说要像他这么搞的确很难赚到钱 后来遇上食安风暴 他又把人工把冰 改成机器之冰 一来卫生 二来每一口的品质 都能做到一样 要改食材的时候也会觉得说 我已经做了真材实料了 如果就是在客人还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也真的尽力了 我们做冰要在零下二十 大概零下三十度 对 你如果说你的温度没有降那么低的话 它粗的口感会像冰沙一样 这些客历会比较多 只是他们的冰店不在热闹的庙口 基隆地区一年又只有四个月的夏天 前几年当机首连年亏损 十年前恰大胆尝试在网路卖冰 网路卖冰他是第一人 开始时很惨 一年网购只有两张订单 提到铁板了他也不怕 继续坚持网购市场 终于现在好的时候 一天能卖出六百杯 缓解不少经济压力 我觉得爸爸可以用一杯冰 照顾我们家人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得到 只是他更辛苦了 要维持生计还同时兼差做房仲 虽然台湾有句谚语说 第一的外边第二的奏仪先 但是一会太坚持用量实在了 想靠边赚大钱是不可能了 现在他只想守住这块六十年的老招牌 想要守护父母亲的心血 同样也抱持这样心情的 还有新店这一家传承第三代的煎包老店 不起眼的店面总是大牌长龙 有民众等上半个小时 就只为了吃这一颗三面金黄 内馅饱满的水煎包 这是老板杨金学 传承父亲 在面衣里头加入了老面 让外皮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再搭配了鲜脆的高丽菜和黑猪肉馅 不用任何调味料 他直接呈现了食材的自然鲜甜奶 养经学说 他其实在少年时有过一段叛逆的岁月 他是家里六个小孩的老妖 总是喝酒打架闹事 一直到了父亲过世了 哥哥又在军中意外的死亡 母亲真是伤心欲绝 那段低潮的日子 是靠热气蒸腾的水煎包 凝聚家园的心 带你一起了解 它的皮就是很焦酥 然后里面的馅就很够味道 我觉得很新鲜 脆脆的好吃 一颗颗饱满的水煎包在锅里滋滋作响 要好吃就得煎到三面焦黄 是因为我们在煎的时候 让它可以呈现三面都是酥脆的方式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也会比较香 香气比较够 有面粉的香味 老板杨金学是十多年经验的煎包达人 为了增加外皮的Q弹口感 坚持保留父亲的老面活 口感细致相纯 从我爸爸那时候就教我们 就是用老面下去发酵 那老面就是每天都要留一块老面 等它发酵好了以后 再用加气面下去 然后用经验累积去发酵 内馅在融入离山特选的高丽菜 和温体黑猪肉 不加任何的调味剂 每天清晨三点现做 每口都吃到食材的原始鲜甜 我爸爸一直标榜的是 希望我们做东西 就是尽量用最原始的东西来 让不要失去它原本的味道 所以像我找 为什么要找黑猪肉 成本那么高 为什么白猪就好了 黑猪又有甜味 所以有人会说 为什么你的里面感觉有加糖 没有 它就是黑猪原本的鲜甜 父亲老味道 在新店飘翔50年 民国38年 杨爸爸从浙江来到台湾 当过棕破塞 后来认识了杨妈妈 才做起面馆生意 但薪水始终养不起6个孩子 杨妈妈只好四处打工 帮人洗衣 一个月一个人才15块而已 一个人15块的洗衣服的 是不是 哎呀 这样怎么养家 那就是没办法 后来就想一想说 干脆自己做生意 就自己做 在那个辛苦的年代 杨爸爸决定自己开店 选在新店光明街 和杨妈妈卖起水煎包 哥哥姐姐忙于家里生意 排行最小的杨金学 没人管开始打架闹事 因为可能白天都还有在读书 然后晚上可能就会去喝酒啊 然后有时候会打架啊 甚至有时候朋友一通电话来啊 我妈看我穿的铺鞋就出门 就知道说 你又要去哪里了 可能又要去 跟你们打架啊或干嘛 这以前都不学好 要不然就是打了全身次学回来 然后把衣服丢到洗衣机 然后赶快换衣服 然后让妈妈不知道 杨妈妈管不动 送他到职业军校好好接受管教 但一切的规划 就在大儿子当兵过世 有了改变 其实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我爸爸就走了 所以是妈妈啦 那因为妈妈就觉得说 哥哥 哥哥已经就是意外走掉了 那你应该要回来家里 有要接家里的事情这样子 哥哥离开人世 杨金学这才领悟 家里的重担 真的闹到自己身上 即使还没准备好 也得马上成熟懂事 以前我出去好像玩 回来好像撞到 所以很多事情 大部分我都会觉得 家里有哥哥就好了 很多事情几乎我都不会管 什么大大小小事情 就有哥哥姐姐他们去处理 然后突然哥哥走掉了以后 你顿时你自己又要回来 扛这个家计的时候 你会觉得压力也很大 接手家中生意 杨金学在新店中心路 找到现在的铁皮屋店面 突破过去只卖高丽菜口味 独创自己钟爱的韭菜包 其实我爸爸当初 他们在卖的时候 也只有卖高丽菜而已 韭菜这是我近十几年来 自己的研发 因为我就是自己爱吃韭菜 所以我就是做儿子 杨金学特别选用花莲山泉水栽种的韭菜 吃起来鲜甜不嗆辣 原本从事广告的太太辞去工作 甘愿满身油腻做起铜板美食 刚开始擀皮的时候 手都会肿起来 隔天再擀的时候 哇 那个真的有过痛 然后学包包子的时候 开始你要学包得快的时候 手都会抽筋 每天抽那真的好辛苦 一锅五十八克的水煎包 加上费工的煎法 假日生意好到 一天总能卖出上千颗 胖比较大 然后里面的料比较实在 对 然后那个咬下去不会软软的 很像有水 对 很扎实的 风力很好 没有假日都要排队 排很久 我们排队我就不来了 我不下车了 看连连多我就不下车了 最高纪录是四百五十七 就一直煎啊 然后就跟客人讲说 没有的没有的 就是要客人等队 当然会啊 你被骂得臭头 应该是这种客人比较少啦 偶尔才一次而已 只能跟其他客人讲不好意思啊 好 来 慢慢来 先让我倒完再来 假日期间 两个小儿子也会到店里学习帮忙 那你现在学到爸爸几点工夫 八成哦 至少有这么高哦 八成不会 小小的水煎包店 凝聚着杨家一家人的情感 这也是过世的杨爸爸 除了好吃的水煎包外 留给杨家下一代最有价值的资产 继续又是一位华丽转身的勇者 郭艳甫 过去呢 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跟双胞胎哥哥 郭艳君组成了男子团体 Tumor出道 在四年前 他毅然决然结束了影艺事业 舍弃五百万的年薪 他全心投入绘画创作 去年 他的行李箱作品 在法国罗富宫的卡尔塞钦展出 因此一战成名 郭艳外表光心烂力的艳甫 其实从小家境是挺困苦的 他在国中放弃饱送美术班的机会 就为了担心画画的材料太过昂贵 会成为家里的负担 后来在台北体院毕业之后 选择进入演艺圈 他从偶像歌手变成通告艺人 也是很耐力的搞笑模仿 这都是为了帮家里可以还债 带你来看看 他的绘画第二人生 背后有甜蜜 也有压力 欢迎来到我的梦幻工作室 跟着我来 右手边就是我的办公区 有放一些我的作品 左手边就是我平常工作画画的地方 会选择这个地方 最重要就是它的光线非常明亮 方眼望去 大片落地窗 是淡水河无敌美景 这个空间是郭艳甫尽情挥洒的作画天堂 这个地方就是完成梦想的地方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那个 那个压力颜料 那我的习惯是 我一开始的铺底都是压力 压力完了之后 我上面那一层会铺油画 拿起蜡笔在大画布上 一笔一画勾勒雏形 草稿不用过度完整 所以心情有不同风格 所以你看这个行李箱 中间可能在这个地方 中间可能这条线 但是他真的在画的时候 搞不好就不在这边了 搞不好就在这里 上面一点或下面一点 然后框可能会要进去一点 就是这般随性 让他的行李箱画作 登上法国 罗浮宫卡尔赛厅 还被誉为台湾之光 其实我从五六岁就开始画画了 然后呢 其实小时候我不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画很多的人 甚至我是一个很木讷的人 然后呢 然后在同学眼中 我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并不是一个很团体生活的人 从小就爱画画的郭艳甫 时常代表学校 出外比赛 家中更堆满他 从小到大的画作 这个是 这个是我小时候画的 这大概什么时候画面 这个大概是1998 1999年 1998所以你大概是20 高中的 我当初画的这个是卡路易斯 他的破奥运记录 然后后来呢 世大运的时候我就遇到他了 我想了好多方法 我后来遇到他了 遇到他的时候呢 我就紧紧抱着他 我说 你是我小时候的 I'm Idol 就是不管是体育或者是美术 我画了很多他的作品 然后 这故事其实很长 这个是我小时候 我后来要去 这不是 这是我的DM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要当体试的老师 我自己画一个海报 然后去彩色影印 然后去塞那个信箱 对啊 这我都还有留着 所以你是一张 大学生 大学的时候 但家中环境不好 没选择绘画之路 而是念了体育班 我们家不是很富有 我当 我那个时候也可以保送美术班 但是我后来就选择去体育 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术一张 一张那种水彩纸啊 就要快两百块 水彩纸 水彩纸是用水画的 它就一次两次 就没命了你知道吗 没有那个经济的环境 那我就去练体育 我真的去练体育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到底有多爱画画 台北体院毕业的他 健康形象被相众进了演艺圈 和哥哥郭彦君 和组团体Tomorrow 让这对颜值超高的双胞胎兄弟 当年迷惑不少少女的心 外表看似光鲜亮丽 但一个月收入 却是连22K都不到 一直到出了唱片之后 跑了很多的城市 然后一回来之后 我就跟经济说 我们真的是需要赚钱 我没有办法等 我没有办法熬 我没有办法熬一部戏 我没有办法熬一个男主角或什么 让我去上节目吧 真的 让我去上节目吧 我就在剪通告当中去学习 郭彦甫不得不面对现实 放弃喜爱的唱歌 秀出模仿才华 从偶像变通告咖 会这么拼 是因为小时候穷怕了 那时候我看我妈 还有我爸为了钱吵架 然后就是嘎支票 我觉得那种环境 让我觉得很害怕 然后再加上 家里那个 怎么讲 有点乌烟瘴气 然后那个感觉很负面 尽管试过境迁 但内心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演艺圈收入全帮家中还债 苦撑好几年 终于盼到另一个机会 主持功力幽默风趣 即便工作繁忙 人未放弃画画梦想 身边也随时带着小画本 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也想方设法 想要在节目当中 注入一些画画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我去关岛 我去夏威夷 我也会跟他们说 我们背后可不可以 就是放我的插画什么的 但是放了两次之后 真的会拖慢节奏 你知道吗 就没办法 在演艺世界攀上高峰 霍言辅却在四年多前 细下主持棒 舍弃五百万年薪 好好当个艺术家 短短四年时间 画了五十多个行李箱 努力总算熬出头 作品从韩国 伦敦 意大利 上海到各地参赞 外星主持人出生 我在机场的时候 转机 check in check out的时候 我会发现 为什么他们是出来玩 我是来工作 第一个 再来是我想去看每一个人 你们真的内心在想什么 虽然这几年 他离开最爱的唱歌 心里难免有遗憾 但绘画让他找回快乐 不是我唱那个 分手总要在雨天 来啊 好怪哦 你笑什么我也会想笑 终腰在雨天 人变关联从前 在痛哭永不告别后 从不再见 Thank you 脉入四十岁大关前 郭艳甫从主持人 跨行当起艺术家 这是他从小养成的绘画习惯 加上运动员 持之一行的纪律 证明他已经靠着实力 走在想要的道路上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节目还有更多的聚焦 两位年轻世代回家卖百香果 靠脸书靠电商 他们写日记做社群行销 让百香果扬名海外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继续要带您到 南投普里大平顶 这里是百香果的故乡 有一对小姐弟呢 从小提水桶 跟着爸妈后头 边哭边采收 当时励志长大后 一定不要务农 可是当姐姐 蔡文林她到北部念书 在超市当中 看到百香果怎么卖这么贵 那家里的父母亲 却老是为了 卖价不付成本而发愁 甚至任由辛苦一年的果实 落地当肥料 做女儿的心疼又不舍 于是新世代 开始用社群平台 用电商方式帮爸爸卖水果 靠照片搭配小故事 百香果红到海外去 这里是南投普里大平顶 全台最大的百香果产地 现在比以前轻松很多 但是就是要投资一笔成本 以前没架网子的时候 真的都在地上捡 捡得每天都腰痠背痛 现在架网子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而且最重要是百香果的品质 差很多 像这样压低 压低然后稍微抖一下 它就跑过来了 让百香果好密碎掉床 不落地碰撞 是十年前菜建大学会让百香果不酸 更甜的秘诀 而伸手便能轻松专业 像这样六尺半高的藤蔓 又是精准算过最好的高度 因为向阳外表晒出红宝石般的红透子 果肉也更多汁饱满 这些小屁股让他称霸市场 A级货像我这样 大概像去年可能超过六千香 目前这两三年 我的百香果老实讲 A级货光不应求 菜人 来 去这 面丁凉啊 面丁凉 这位是菜建大的儿子 而另一头抓着相机 蒙捕捉画面的是女儿 五年前他还在外地当设计师 偶然惊见 百香果在市场的卖价 竟高出产地好几倍 于是萌生返香念头 盛产的时候 所有的百香果开了非常非常地多 也是农夫 萌妇们囤积了 一年的时间精力 要再回收的时候 但是价格跌得很低 你只要卖给大盘 你就会赔钱 所以宁可所有的百香果 都在土壤上面化成肥料 然后丢掉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 我觉得很可惜 很浪费 而且这些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血 第一次他要帮我 就是要帮我说 他问我说 爸爸 我帮你做百香果宅配 我就觉得说 怎么有可能 老爸觉得不可能 但女儿编织的梦就这么开始了 爱摄影的他 把爸爸的农法经验 百香果生长全记录下来放上网 那没有想到 就大家一看到的时候会非常地惊讶 他们会说 原来百香果是长在藤蔓上 不是长在树上 原来百香果是长这个样子 百香果花很漂亮什么的 那我就会觉得很大的冲击 因为这个不是我原本 意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说农田的美好 姐姐跨出的第一步 赶招了弟弟 小时候蔡伟伦 其实害怕从蒙的苦 一毕业拼了命逃离去学厨艺 没想到一年前 五星级饭店厨师的工作 她也不做了 做起了当年最厌恶的果农 我就在外面经过了七八年之后 我想一想爸妈还是总会挺还是会老 那我打布鲁五现在就提早 趁现在爸妈还可以教我的 就是时候我赶快回来学一学 正常来讲是A级 可是尾巴放在B级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要大 真的没有A级那么大 对啊 就打布鲁五就直接打B级了 而厨艺专长他也没荒废 刺激品就妥善利用 做出各式创意料理 我吹吗 很大便 我吹吗 下次转会讲一些 一个是爱做菜的厨师 一个是爱拍照的设计师 姐弟发挥成才 在南投这片土地上 把百香果从产地到餐桌 还红到国外 两个不到三十岁的 反向二代 要持续翻转共产 更多可能 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 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球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